美就是一种关系 我们说美就是和谐 任何一个颜色也好 形状也好 你看跟它的参照物 它才会呈现出 它所谓的美不美 美都是相对的 不是更无变的 2018年的10月13号 我们美的历程 东西方经验艺术史 第一次课在这儿开 今天上午是中国美术史 课程的题目是 从传统走向现代 我是徐娟 这是大众美育教育的 推广者 我们小的时候 基本的美育教育 我觉得是缺失的 虽然有美术课程 音乐课程 但是都是非常简单 实际这一部分内容 会伴随你一生 可能对你的幸福感的 获得非常重要 我是1999年到2007年 本科研究生 毕业于中央美艳美术实习 我是1979年出生 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我的父母从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一定要让我们接触到 能体验到生活美好的东西 包括音乐和美术 我觉得90年代以后 随着中国有艺术品市场了 体现的最明显的是 很多人认为我自己的家居里面 应该有设计 应该有艺术 非常多的人开始重视 我买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艺术家作品 最好能反映我的精神世界 其实就是物质条件 达到一定基础之后 大家对于精神世界的一个追求 就会越来越高 就出现了中国艺术市场的 一个蓬勃的发展 我就发现很多的人 其实是特别需要美育教育 但是专业的美术院教育 没有面向大众的 审美教育的这样课程的设置 所以支持了中央美院的 专业团队一起来开发一款 致力于面向大众 审美普及教育的课程 叫美的历程 大家开始认识到 我必须拿出专门的时间 甚至资金来专门进行 我的美育素质培养 还有孩子的美育素质培养 我觉得应该是从08年以后 我感觉到有这个趋势 今天晚上看我们才发现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艺术 我觉得生活每天都是充满的阳光 希望给大家搭建一个 共同的交流平台 学到很多很深刻的知识 然后冯老师也带我们 从很多角度去看这个画 跟他的关系 有关系吗 我们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 我的本业是做投资的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希望自己通过系统的学习 能够提高自己 对艺术品的欣赏能力 我是做广告制片人的 我是希望在精神层面上 对这个审美 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吧 对于美更多的就是展示自己 克服掉自己内心的自卑和恐惧 这其实是我最大的一个初衷 那今天下午呢 还是由周博老师 带来西方美术史 所有的课程的设计 基本上都是东西方对比式 在对比学习当中 就会发现非常多的 有意思的视角和观点 实际我们做这些课程 真的是想要推动大众美誉 而不是让美誉停留在 经营人群 其实最终决定一个社会 或者一个民族的发展 是整个基于 在金字塔基的人群的提升 其实这个关乎人的 一生的幸福感 其实也是关乎民族的发展 实际我最早组织这个课程 其实是我自己想要 在离开学校之后 也有一个机会不断地 才能聆听这些老师 讲课的内容 但最后没想到 把这个事做成了 一个自己的工作 甚至可以说是事业 我愿意把它理解成 我可以用毕生去完成的 一个事业 这也很好用 但是我可以用弃爽的 留守 一边 我必须无缘的 这也不行 我必须不想到 看工作